新年快乐 欢迎收看航交论股 我是宏宝新 变种病毒引发封锁的担忧 加上中国进口疲弱 限制了需求 原由邮轮市场在冬季回暖的预测 未能在去年第四季实现 超大型邮轮VLCC和CSMAX型邮轮 去年的平均现货运费 创下10年来最差的表现 而AphraMax型邮轮的运费 也跌到8年低点 不过对马国际传务有利的是 其邮轮具有良好的租约 对现货比率 可支撑去年第四季的业绩 马银行投行研究预计 该业务在上半个财政年 可实现收支平衡 就算业化天然气和石油领域的 现货价不温不火 不过该公司在去年第三季 还是录得令人满意的表现 航交预计如无意外 该公司同样可度过艰难的第四季 尽管Mira3 服饰生产除卸油船FPSO 继续提高净利表现 加上OPEC加产油国近期决定增产 行家暂时不调整财政预测 同时维持7令吉75仙的目标价 和买入评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是 特别人想法